歡迎回來 美國總統拜登12月6號出席 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的 新廠首部基台競場典禮時表示 美國製造回來了 它也盛在 這是地表上最先進的今天 而與此同時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則是當著拜登的面說 全球化幾乎已死 自由貿易幾乎已死 在台積電引往美國 這條重大新聞之外 一位曾經在美國政府任職的 美國學者何瑞恩就表示 管控中美競爭關係的起點 應該是幫助美國人建立一個 思考新中美關係的框架 而其前提是 美國不應建立一個 期待中共崩潰的競爭策略 換言之 美國需要接受雙方必須共存的現實 所以史先生 這兩則新聞我們來看 一個是台積電引往美國投資設廠 一個是美國學者建議 美國重新思考中美關係 面對中美兩強必須共存的現實 這麼聽起來好像有點關聯 但是似乎又沒有太大的關聯 所以您把它們同時間列出來 是否有一些特殊的觀察與評論呢 沒錯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關聯 好像有一點關聯 但其實有非常密切的關聯 而且這個密切的關聯中 還隱藏了一些可以觀察 中美關係跟台海形勢的 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線索 這樣的主題就特別有意思了 而且令人相當好奇 那麼我們從哪裡先說起呢 先談台積電嗎 好 那當然先談台積電了 我們知道台積電這個事兒呢 方方面都很關注 那本質上應該看得很清楚 是美國這個威逼利誘之下 綁架到這個美國去的 之所以如此我們看得很清楚嘛 這個台積電創辦人張宗謀 前不久還在說 美國要拉抬自己的製造業 是絕對不可行的 徒勞無功的 道理很簡單 因為我台積電從台灣搬到美國去的話 成本就上升50% 你那個什麼補貼什麼 他們根本就抵銷不了啊 但是張宗謀最終和台積電 還是都去了 而且不但去了並且還加碼 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現任董事長劉德英 就宣佈說將增加投資第二場 總投資額由原來的120億美元 增加到了400億美元 而且還切入了3奈米製程 所以如何來看待 張宗謀的改變和決定呢 這到底就是我剛才講的嘛 綁架嘛 是吧 就是未必利誘嘛 什麼利誘 利誘就是說你過來的話 我就給你減稅 我給你補貼 是吧 如果你不過來那對不起了 就像對付那個什麼其他 包括華為來對付你 你看你怎麼辦嘛 所以你說張宗謀也好 台積電也好 有什麼選擇餘地呢 那麼對於台積電這麼大的動作 美方歡迎自然是不在話下的 那麼台灣之政當局又怎麼看呢 又有怎樣的一個表態呢 一句話 就是這個 啞巴吃謊捏吧 啞巴吃謊捏就有苦說不出的意思 它苦在哪裡呢 就台灣方面呢 你看先進設備跑掉了 人才跑掉了 對政府來講稅收也跑掉了 你說通都沒有啊 那麼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台灣當局呢 只好安撫 或者偏偏台灣老百姓 這個脫免自甘吧 所以沒有問題啊 這個反而是一件好事 這是代表台灣的影響力 延伸到國際上更遠的地方去了 而且呢 所謂最新的製程不會去的 最新製程還會留在台灣的 不過台灣之政當局的話 靠得住嗎 台積電真的會把先進製程 還留在台灣嗎 我想大家都有個判斷吧 我的判斷當然靠不住嘛 道理很簡單 因為早先我們還 顏尤在耳子還記得 他說三奈米一定在台灣的 不會到美國去了 顏尤在耳子吧 剛剛你劉德英你前面說了嘛 已經宣佈三奈米要去過了 要到美國去了 是吧 所以這個話靠不住的 我甚至於還判斷 我認為台積電在台灣的一些 所有重要的設備跟人才 將會陸陸續續往美國移走 所以您的觀察或是研判 是基於中美之間的科技戰嗎 是美國決心要建立一個完整的 由它全面掌握的產業鏈 是這樣嗎 表面上看是 美國是想要重建 它的一個科技產業鏈 但是我覺得深層次看 美國還有一些更深的一些特別的考慮 這個話好像聽起來不是非常明白 因為從為什麼從表面上看是很可能是 但是從深層次看卻又未必是呢 表面上看 比如說聽美國總統畫家講 他們說我們很好 我們現在有最先進的一些製程了 最好的晶片了 是吧 然後呢我們可以這個製造業回來了 是吧 就是表面上它要給大家印象 深層次呢你再仔細看看 就像當中我講的一點沒錯嘛 你這個成本大幅提高了 是吧 這個美國那個工程師的素質 又抵不上台灣 這個成本提高50% 那麼你作為一個核心產業 你這個成本一提高以後 你當然競爭力就沒有了嘛 那所有的產業用你的芯片的競爭力 也就根本沒有了嘛 是對美國來講 其實沒有什麼好處 是吧 而且會對現在已經非常嚴重的通貨膨脹 再增加通貨膨脹更多的壓力 你說對不對 我明白了 也就是說 不利於美國的競爭力和物價穩定 那麼既然如此 美國何必還要堅持要這麼做呢 這是我剛剛講的 它還有另外一種特殊的考慮 我認為美國之所以這麼做 是因為它左想右想 它不放心 它不願意把這麼一個重要的企業 放在台灣 明白了 所以您剛才說 您的研判是台積電 還會繼續不斷地把台灣的設備 往美國搬 那麼美國這樣的要求的動機 或者考量到底是什麼呢 我認為是根據從美國的地緣安全 或者地緣政治的考量 就是我剛剛講的 美國實在很不放心 把它認為非常這麼重要的一個企業 或產業放在台灣這個地方 具體來說 美國的擔心到底是什麼呢 我之前曾經分析過吧 在節目裡面 我就說這個應該是 就美國也應該注意到了當前中美的關係緩和 是吧 應該是屬於一個階段性的暫時性的現象 因為美國它有一個判斷 它認為北京呢 應該已經不太願意接受台海的現狀了 那麼換句話說 北京呢 是希望能夠在更短的時間裡面實現兩岸統一的 那如果北京真的往這個方向走 那不管是合同還是武統的方式 那美國就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一個情況了 那麼萬一台灣真的是被北京兩岸統一了之後 那這個台積電流在台灣對美國來講是大大不利 嗯 說得白一點 也就是預先清場的意思 對吧 那史先生您為何有這樣的一個分析 因為您的分析現在是涉及到兩個研判 一個呢是北京會急於解決台灣問題 不管是合同還是武統 那麼另外一個方面呢 是當北京採取實際行動時 美方似乎是無能為力 已在座必須面對或者接受現實的心理準備 所以您這兩個研判到底有什麼依據呢 好 我們先看第一個啊 第一個我之所以研判 北京已經這個不願意接受台海的現狀 這個也不光是我的判斷 你看美國那個國務卿布林肯 在過去幾個月的時間裡面 連續四次講過同樣的話 那麼所以美國也基本上有這個判斷 認為這個在一段期間之後 北京會採取什麼什麼動作之類的 好 那麼現在是第二個研判了 第二篇如果北京採取什麼什麼動作 來盡早實行兩岸統一的話 那你說美國該怎麼辦呢 那美國該怎麼辦 美國現在行動已經說明了他心裡的想法 你可以看到美國這幾年來 已經把他在西太平洋的第一線的主力部隊 從這個琉球已經撤退到關島第二島鏈 甚至撤退到澳大利亞了 你就可以看到美國心裡面什麼想的 但是他不願意跟中國在西太平洋 直面交鋒嘛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 那美國怎麼辦 美國就由日本來出面 是吧 而日本好像也很願意 是吧 充當這個前鋒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讓台灣 對吧 讓台灣來扮演一個烏克蘭角色 也就是用台灣的這個烏克蘭模式 來對好這個中國大陸 明白了 但是有關台灣的烏克蘭模式 我記得您之前分析過 在現實中似乎並不容易 沒錯 理想是相當豐滿 這個現實相當苦感 那就是說美國一看 本來想要利用你這個學烏克蘭 但好像這個能力不夠啊 你這個軍力包括你的這個兵力 各方面這個訓練都不夠嘛 就是我們講了 它這個兵役制度是有問題的 是這樣的 而且聽說美方呢 一直要求台灣能夠改變兵役制度 恢復義務徵兵制 但是呢 台灣當局很為難 也很猶豫 對 美國恨鐵不正剛 他說你為什麼這個當兵役 只要當四個月就可以了 這不行啊 你要敢恢復那個徵兵制吧 那這個對台灣當局很為難 因為台灣當局已經吃過這苦頭了 那最近一次選舉 聽說也跟這個有點關係吧 這個選票流失了很多 所以台灣當局是很不願意 在近期內就把這個徵兵制恢復的 但是我個人判斷 可能擋不住美國的壓力 應該在可運將來 會改變兵役制度的 但是即便如此 就算馬上恢復徵兵制 但是台灣軍隊的戰鬥力 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拉得起來的 對嗎 對 所以美國現在就在跟時間競賽嘛 所以美國現在就在祈禱 就是台海之間 千萬千萬不要在短期內 比方說最近一兩年之內 發生軍衝突 即便要發生的話 拖的時間越後面越好 而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美國爭取時間 盡量地 可能地把台積電的重要設備 跟人才往美國搬 原來如此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美方又如何能盡量做到 讓台海在短期內 不發生軍事衝突呢 那麼這個可以從兩方面看 一看一方面是美國自己 一方面要看台灣 美國自己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美國現在已經很 等於說是非常低姿態的 希望能夠跟北京相處 你看這個緩和 中美之間的過去一段時間 非常緊張的關係 你看前一陣子西拜會 你會看得很清楚 對吧 緩和了 那麼緩和了更有趣的 我曾經在評論節目裡面提過的 這個拜登在西拜會議一結束 馬上就開記者會裡面說 我不認為習近平在近期內 有入侵台灣這個意圖 那這句話呢 好像有鬆一口氣的感覺 潛台詞就是 他本來很擔心的 結果開這個會議以後 他發現了 他的判斷應該不至於吧 所以跟他說 我認為不會 所以他就放下了一個心 也就是拜登放下了心 有一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 那麼這是美方自己 還有一個方面呢 還有一個方面就是台灣方面了 所以美國最近一段時間 經常頻繁地提醒 或者告訴台灣 你必須要怎麼做怎麼做 我舉個例子 就前不久才九合一選舉 選完了 這個民進黨的一個 本來的訴求叫抗中保台 是吧 然後民進黨大敗 那麼有人就認為 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麼 然後美國在台協會的處長 叫孫小雅 是吧 孫小雅 那麼特別 那麼在記者會裡面表達 他認為這個選舉的結果 必須爭重台灣老百姓的看法 那就言外之意就說 他們反對抗中保台是有道理的 你不要你反而行 另外他還講了一句話非常重要 他說 B站是所有決策者共同的責任 那乾脆就把B站兩個字 告訴台灣當局了 你不要給我惹事 您這麼一分析啊 形勢呢自然就清晰很多 那麼現在呢 美國很不願意看到 短期內台海發生衝突 但是又感覺 北京方面已經不太願意 接受台海現狀了 所以現在看來 美國也處在一個尷尬的窘境了 所以美國該怎麼辦 美國會怎麼辦 精彩分析 馬上回來 好